黃澄澄的金針花海一層層在梯田正放 遍布了1400坪的山頭 想一探這滿山滿谷的金針花海 居然在陽明山就能欣賞得到 以前這邊沒有金針花 只要海域沒有了 繡球花沒有了 我們就沒有什麼機會來這裡 現在這裡它有金針花可以看 而且還滿大片 很漂亮 應該說解封之後 能夠在第一時間出去欣賞美景 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剛好又有金針花 其實我之前並不知道陽明山上有 以前都想說一定會去到花蓮 在金針花田中拍照 還有不同花系的裝置藝術一起入境 陽明山金針花不同於花蓮玉里大面積 這裡栽種面積只有一分地 一共五條金針花籠 老闆娘從三年前開始種植 原本用意是為了水土保持180年歷史的梯田 因為金針花跟渣的生 沒想到卻成了陽明山新亮點 金針花的規模我也會繼續讓它擴大 讓竹子湖除了海域繡球 至少還在這個最淡季的時候 最沒有人潮的時候還有一個金針花 同一時間花蓮玉里的金針花也開滿了八到九成 這次赤柯山花海面積更廣達40公頃 60道山也有25公頃的花海 民眾想賞花不妨把握花季時間 不論是陽明山或在花蓮 直到九月底都能欣賞這黃金山頭 八大新聞陳姓盧智行 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